直到神探李昌玉的一句玩笑 我才发现徐克的惊天秘密 你们有没有杀过人啊 如果我说我没杀过人你相信吗 在鲁豫早些年综艺的上 节目组请来了演员刘嘉玲 以及鬼才导演徐克 同时盛情邀请了另一位堪称神探的嘉宾 李昌玉一起讲述传奇背后的精彩 神探上来便直言可以一分钟打倒徐克 谈及李昌玉的职业 神探观察徐克后指出 他左右脸不对称是很凶的人 看他的左右脸也是不对称 他很凶的人 徐克却突然语出惊人问道 能否从只看到一个人就知道他是杀人凶手 惊人的脑回路让李昌玉直言 现在是科学逻辑断案 不能凭借直觉 身旁的鲁豫才松了一口气 会不会一看那个人 就知道他会是个杀人凶手 比如说看李昌玉 看我是不是杀人凶手 无料神探却反问了起来 微笑着问你们有没有杀过人 徐克显然也十分感兴趣 出声质疑神探是否相信自己的话 你们有没有杀过人啊 李昌玉便拿出一个神秘的纸片 声称是便携式测谎器 当他问先测谁的时候 徐克立马开启自我防御模式 将刘嘉玲推向自己的身前 坐到了他的后面 以为将要面临神探的刁难 刘嘉玲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慌张 但是并没有很大的问题 徐克恐怕打死也想不到 自己会在这种场合按下手指 来问导演什么问题 问一个很容易测出来的 当轮到徐克的时候 他的手指不敢放上去 心虚的用双手摸了鼻子 并且眼神闪躲 随后用双手合十 是标准表祈祷的手势 表现出紧张的状态 神探提醒了一遍 才假装不知道的问了一下 都怎么放 为了不让节目涉及敏感的话题 如意联盟说 让神探问一个跟电影有关的问题 但只是听到你吃饭没有 徐克就神情恍惚 随即用笑声掩饰尴尬 其实突然问你吃饭了吗 这句话十分很关键 看似无所谓甚至滑稽 但这就是神探的精妙之处 当问这句时 徐克顿了一会儿 解释到说没想到问题这简单 他臣服比较帅 他臣服太深了 我没想到这么简单 可以看出他还是沉浸在上一个 你们杀过人吗的问题之中 一句臣服太深 鲁玉话里话外 似乎想说明什么 神探却向在场的人问 谁想要这张测谎仪 李昌玉将测试结果的那面 正好对着徐克 徐克刚想说我要 这时候已经说出来了声音 身边的变了脸色的刘嘉玲 立刻夺走了他 是否也看出了徐克的不对劲 一口气 他用手摸鼻子挑了挑眉 这又是说谎心虚的一大表现 当刘嘉玲开玩笑 让梁朝伟小心一点时 徐克却又小心翼翼的挑眉问 这在网上能买吗 侦探直接说送他一个 徐克连忙点头 答应说好好好 直到刘嘉玲被问到会不会杀人 才明白徐克的真正面目 我应该想去做一个医生吧 心理医生 有没有杀人倾向 当被问到如果不做导演的话 会做什么职业 徐克直言做漫画家 场内响起一片掌声 节目背景中出现了徐克的很多作品 可谓是十分传神 能够看出他有一些绘画的功底 同样身为嘉宾的刘嘉玲 也被问了这个问题 鲁玉便提到他 节目中曾经说过 自己的梦想是当飞行员 节目组甚至贴心的为他 做了一张飞行员的照片 刘嘉玲却说 那是曾经觉得很光荣的梦想 现在自己想要当一个心理医生 一旁的徐克却默默探过头来问他 有没有杀人倾向 有没有杀人倾向 此言一出 自作结晶 没有人想到 他居然还在想着这个问题 他接着说 很多心理医生有谋杀人的倾向 刘嘉玲只好原厂道 很多人都有想过这么一个过程 当谈到自己有什么遗憾的时候 徐克表示 他的遗憾通常都是有些做不到的事情 离开我们不在人间的一些人 遗憾都是一些做不到的事情 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一些离我们 离开我们去 离在人间的人 鲁玉垂下眼眸 小心地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 节目结束时 鲁玉表示 自己希望神探和徐克可以合作一次 徐克紧跟着说 他也希望便连忙跟李昌玉握手 两人握手对视 李昌玉神探若有所思 没有放掉徐克的手 却是硬拉着和鲁玉刘嘉玲一起握着 是否表示他向徐克传达 他已经看清了他的秘密 以及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